我们今天邀请到水色空间室内设计工坊的李柏伟总监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心路历程和股市 那总监你好 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总监就是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水色空间室内设计工坊 那您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从小时候开始就有这个就是会去涂鸦会去做很多事 然后慢慢的长大了以后你就就是自然而然就会看着自己的父亲也是从木雕开始 那也看着父亲在那边画图做很多事情 那也会去影响到我 那我这边也就是跟着就是父亲这边的脚步 然后慢慢的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才会走出我室内设计这一条路 所以算是家庭的环境有让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向往跟一个兴趣在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投入到室内设计的产业 并且走上创业的这一条路 室内设计其实这一块真的很好玩 就是在一开始在比较懵懂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只会画图所以在画图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想要从自己的房间里面去做一些变化 那从自己的格局当中去变化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想要再去了解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去创造自己不一样的一个 艺术的一些感觉跟价值 然后再来去延伸就是我父亲给我的一些不一样的观念 然后就一人绝人在室内设计这一块 我就开始就是 就一开始我就开始投入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想要的空间 这个感觉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 而且也很有趣的 那就是总监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水设空间室内设计工坊 比较主要的一个特色以及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项目 我们的 我们水设的话他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 我们是以慈善的工作上面为 为希望 那当然就是要冲到价值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要冲到无独的概念跟无独之家的一个方向 那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客户真正的需求 只是在于视觉 那有时候我们设计师的重点是要把安全还要把所谓的无独的概念要带进去 为什么因为很多客人听不懂所谓的一些专业所谓的什么叫V313 什么叫做E1什么叫E10 其实客人都不懂 所以我们设计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引导业主知道什么叫绿建筑 什么叫绿建材 那在什么样的环境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那当然客户他会把需求跟我们说 那当然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创造出来之外 我们还要甚至我们还要把更多业主不懂的东西 那我们要呈现在业主的家里面 所以其实你们更着重在除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之外 又希望说可以让他们去了解到说 其实绿建筑这件事情能够去做到更多的推广 或者是说让更多人去了解说 其实在室内设计或者是在建筑的工法上 可以去做到更环保 然后更对人体无害的这样子 是是是是了解 那其实总监好像在工艺上也蛮就是上心的 是在工艺上面的话 我我就是指就是大部分都推这两项 就是第一个就是针对氢寒家庭的学生 那一个氢寒家庭的学生 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 那你才能脱贫 你一定要让父母亲的未来过更好的生活 那你必须要专业的知识来提升自己 然后让家里面改善家里的环境 所以在氢寒家庭学子的一些学费 营养午餐各方面 我们都会大量的去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 那第二个部分是所谓的独居老人 因为我们有春夏秋冬 一到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都是冰冷的 我们很了解那一种风吹雨打的那种感觉 那在于天气很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想到那一些独居老人的棉被 有没有漏水 有没有热水 那针对这边的话 我们都会有提供就是修散的服务 也会提供所谓的更新的服务 那事实上我们这样子在做已经做了 已经算今年来算起来 应该算第四个年头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会再继续努力下去 是一个很温暖 然后很特别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这样子在就是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挑战 不管是在于工艺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说经营管理的部分 面临的挑战 每一间企业一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高低起伏 那重点还是来自于就是说 在你的经营的理念之下 可能受到了一些环境的影响总是会有高高低低 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从 就会开始去引导业主 就是说我们随着所做的所有事情 会让所有人放心 所以当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想办法 让很多的难关 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整理完 去跨过那一个 其实我们遇到了好几次的危机 遇到两三次的危机 我们这些危机 我们都就是大家就是一条心 就是想说我们这样子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每一次度过的时候 我都是很感谢每一个人的帮忙 所以遇到的问题就解决他 所以可能对于总监来说 虽然过程遇到大大小小 但是其实过了就好 然后遇到问题就是用正面积极的心态去解决 是 了解 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念跟想法 是你希望透过水色空间去带给你的顾客 或者是消费者 或者是说甚至说大众的 其实面对消费者 或是面对所有业主 我们都只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做任何事情 就是只要达到业主的需求 那我们在业主的需求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提供了一些无独的概念跟无独的环境 那重点就是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去搭配出来 就是达到客户的需求 其实回到原点 最困难的地方还是来自于 就是说设计师的教育跟概念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设计师忘掉了 就是原本我们为什么要当设计师 不是要做一个要赚多少钱的设计师 而是要想办法去让业主知道 你有在为他家的付出 跟你对于无独的概念的一个成就 对了解 所以其实在于传承跟新的设计师进来 可能在于文化的融合上 会需要有一点点的信力 是是了解 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是接下来您三到五年内要去执行 或者是有一个目标的 三到五年我是希望台中可以更成熟 然后为台中取之以名用之以名 那我希望的就是说 我还未来当中对台中这一块 我是希望可以再为一些清寒家庭 然后独居兰这边去做更大的贡献 那当然就是大家希望的 我们在台中扩点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来了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正式的成立 那在今年里面我们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假期 那今年我相信 明年我相信会更好 那今年生这几个月 我们会好好努力的布局 让明年可以更完整的在台中这边 为每一个业主 为每一个需要协助的人 我们会都更尽一份心力 真的很棒 因为接下来是可能全台湾 甚至到就是全世界都可能会有你们的据点 是是 那这样真的是蛮令人值得期待的 那最后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总监跟我们分享 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创业 那他是想要跟您做相同的产业切入的话 那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创业其实是很艰难的 我常常强调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设计师为了要创造他的价值 他想要出去创一创 我都是祝福他 我都是鼓励他 不过我都会先跟他讲 就是说创业要资金 然后你也要有好几个月的预备金 你也要有几个月的生活开支 所以你几乎 你不能生病 生病了 在公司生病你可以请假 那你还有薪水 那你出来创业 你生病了 你就没有收入 你出去玩你就没有收入 那你有任何的一些状况或问题的时候 你要自己承担 所以其实创业这个路没有那么好走 你必须要想办法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 除非你自己已经很有能力说 我已经可以 就是为自己的理想 我就是想要为我自己的理想去踏出这一块 那你就必须要很有所谓的 就是专业的概念 专业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专业能够使人信任我们 然后能够在这样的状态下 其实给客户更好的东西 是 对那其实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需要有一个心态是必须要面对很多的事情 是 可能要牺牲的比想象中还要多 对对对 了解 那这样子非常的感谢 就是总监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关于室内设计 或者是说在公益这一块 我真的觉得就是总监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然后也相信就是这样子的企业文化 可以就是带给社会更多的价值 是 谢谢总监 好感谢 感谢